根据美国商务部周五发布的最新数据 加州2016到201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2.7万亿美元 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数据显示 加州2016年至201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1270亿美元 超过2.7万亿 这个数字也再次超越英国 成为继美国 中国 日本和德国之后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系 加州在2002年时就曾经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排名第五 但在2012年发生的经济衰退后被挤到了第十名 此后 加州增加了200万个工作岗位 经济增长共计达7000亿 再次挤入全球前五名 加州拥有4000万人口 是全美人口最多的州 2012年至2017年间就业增长了16% 其中硅谷的高科技产业 好莱坞的电影娱乐业 中古地区的农业蓬勃发展 此外 金融服务 房地产业 以及制造业 都为加州的经济贡献了数百亿美元的价值 新唐人记者李淑健综合报道